在贵州贵安新区党五项花溪大学城旁 有一个神秘的卡斯特生态员 他的名字叫叶朗古 这座占地600平方米的主题演习中 展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叶朗古国 里面高大的城堡 怪异的石人 其他的雕塑 全部都来自一个名叫宋培伦的艺术家之手 宋培伦 1940年出生在贵州梅坦县 因为从小就听着叶朗族的传说长大 他对叶朗古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 上1780年代时 他是小有名气的漫画家和木克艺术家 他曾受邀到美国参与印第安人风马巨星雕塑的工作 也正是由于这个工作 宋培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996年56日的他死去了大学教授的职位 化掉了全部积蓄 在党五乡朵鹏山一带 租下了300亩黄山 开始建造他心中的野兰谷 宋培伦在这座大山里隐居了20年 20年时间他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用石头搭建各种造型的建筑 最开始的时候 没人欣赏他建造的这些 具有贵州挪文化元素的头像和城堡 他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不惜用房子做抵押 还积下了300多万元外战 但2017年 BBC的一段采访视频 却让宋培伦和他的夜兰谷受到了全世界人的关注 宋培伦在采访中表示 夜兰谷他其实只捡了一半 剩下一半留给大自然 而随着知名度提高 宋培伦的作品也有了天价固执 但他拒绝了所有投资 因为这只是他想做的事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无人能过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地势 回复吕布即可观看